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以及他对台海关系的一些判断 昨天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这个日本的著名的学者 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他对拜登的对华政策 以及台海关系的趋势 他做了一个全面的阐述 这应该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无论是美国还是在全球讨论 谈论这个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 应该说是最客观的一位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呢 LT是长期关注这个人 LT的评价 松田康博可能是全球研究台海关系的第一人 他也是研究习近平的第一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全身心投入台海研究的人 要么是中共的 那是为了习近平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服务的 要么是台湾的 为台湾的国民党啊 或者是为台湾的民进党服务的 那么呢 他都有些切身利益在里面 他很难用一种客观的态度 来判断两岸的关系 那么松田康博 他一直是长期专业研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他呢 更加超脱一些 而且呢 他在过去的几十年判断里面呢 没有看到任何他的判断失误 无论是风平浪静 还是有些冲突的时候 另外他对习近平的研究呢 也是一个被低估了的 他的学术成就 他对习近平的研究啊 是也是目前这个全世界研究 习近平的研究的最透彻的一位 那么松田康博这个人 他为什么对中国会这么了解呢 这个跟他的经历有关 他出生于1965年 在他18岁的时候 他就到了中国的上海 后来又到了北京 所以说他对中国社会 从毛泽东时代 进入到邓小平时代 他整个过程 这个转提的过程 他全程参与了 特别是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30年 他的主要工作 也是研究中国问题 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到了日本 驻香港的领事馆 他在这个领事馆呢 他专门来研究中国问题 他研究就是六年 他后来又回到大学 读完博士 那么现在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而且呢 他的主题 主要业务 也就是研究 中国的两岸关系 那么这个人呢 他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也都听过 他的一些访谈 美国之音也好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也好 是经常对他进行采访的 因为他是足够权威的 这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 那么这个人呢 他在前年 他在台湾呢 成为一个焦点人物 他怎么突然成了台湾的焦点人物呢 19年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大选呢 正在憨战章当中 那么如日中天的韩国瑜 当时拿他开算 这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在当时 韩国瑜为了增强 他的这样一种包装 他的这种国际理念 或者国际形象 他邀请了一些 美国的 这个方面的专家 或者官员来见面 也邀请了日本的官员 或者学者来见面 那么松田康伯嘛 在台湾影响知名度 本来就很高 他是两岸问题的 这个非常著名的专家 那么韩国瑜嘛 就也请他到 这个高雄 去见面 那么松田康伯呢 当时是以 日本两岸 关系研究小组的 组长的名义 去高雄去见这个 韩国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风波呢 韩国瑜 他当时啊 就是人呢 有时候说谎啊 说谎诚信的人 他有时候为了 没有什么利益 没有什么目的 他也说谎 他就说谎 是个习惯 那么韩国瑜 见了松田康伯之后了 会谈之后 他在记者会上呢 他就炫耀一下 他说你看你们总说我迟到 你看我今天我就没迟到 你看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等了日本人25分钟 就他这个话呢 就是谎话的随口而出 你说他有什么目的呢 他除了说他不是那么爱迟到 除了这个目的以外 他就是拿这个日本学者开算一下 来抬高自己 那么这是一种选举 对选举也没有什么加分的意义 他就是一种说话 但松田康伯呢 那可不管你321 他当时在第一时间他就通过这个Facebook 他就来更正 他说这个事是什么回事呢 说这个韩国瑜完全说谎 他说他跟我们约了时间地点在高雄见面 但是中途他又通知临时换地点 弄得我们一帮人临时打出租车 赶到他新的地点 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呢 韩国瑜又当着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媒体在场 他向我们赔礼道歉 说临时改换地点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 怎么韩国瑜倒打一趴 说我们迟到了 他还等了我们25分钟呢 那么你韩国瑜那个道歉 那个解释又又又又怎么去解释呢 就他这样一说恍然大悟 那么整个台湾语言就是 你看韩国瑜说谎 说谎成性 你这个骗 有个人就日本人容易受骗的 什么的 那么松田康伯这样 一个声明之后呢 对韩国瑜肯定是很难堪 但是大家知道 在19年的时候 韩国瑜如日中天在台湾 那么韩粉呢 是所向披靡 当时韩粉 成千上万的韩粉 涌入这个松田康伯的Facebook 出征 谩骂 那么松田康伯呢 他也不示弱 你韩粉能怎么点 是怎么回事 就怎么回事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当时台湾的大选 正酣战 那么反对韩国瑜的 支持蔡英文的人呢 又跑到松田康伯 那个Facebook下面呢 去支持松田康伯 这样韩粉 与这个支持蔡英文的支持者 在这个松田康伯的微博下面呢 大大出手 成为19年呢 在Facebook上的一大 非常壮观的火星创地球 所以你看 松田康伯这个人呢 他在学者里面很少见的 就他不怕事 他不惹事也不怕事 而且你这个台湾这个 当时韩国瑜如日中天 有可能当台湾总统的 他无所谓 你当你的总统 你不能拿我的名声 来做牺牲啊 所以说他这一仗啊 就打了 就是让人们就重新看到了 松田康伯的另外一面 他除了很睿智的 一些研究判断以外呢 他在他人格维护方面呢 他也是这样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松田康伯的 大体上一个介绍 这样的话 你就接下来的话题呢 你就更容易了解一下 就这个人呢 他很自我的 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因素 他看问题 他非常特立独行的 那么为什么说松田康伯他是 这个研究习近平的第一人 或者他也是研究这个台海关系的第一人呢 这个我们首先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基本的一些概念 你比如说在国际上 中国问题的专家 大体上分为三大派 或三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呢 就是中国崩溃论 就是他拒绝了一批 特别反共 因是意识形态上 与中共非常对立的一批这个海外学者 特别是西方学者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呢 就是他比崩溃论呢 他不一样是他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 他视为一种对抗竞争的对手 那么中国威胁论呢 目前可能是这个西方 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 那么第三个学派呢 就是拥抱熊猫派 就是他们讲要欢迎中国和平崛起 要与中国合作 那么在合作过程当中呢 能够促使中共的转变 这叫拥抱熊猫派 他们说是这种合作 实际上是在讲好中国故事 就习近平把这张纸给他捅破了 因为理论上来讲 你为什么拥抱熊猫呢 那么主要这么三大派 那么松田康博属于哪一派呢 那么LT认为他应该是知华派 因为日本的他分的很有意思 日本的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他分为知华派和这样一种鹰派 就日本的他就分两种知华派和鹰派 他不存在鸽派 就日本的他没有这样一个划分 他没有说对中国 因为中日关系与中国与西方关系还不一样 中日关系 他是一种像世仇样的 他不可能有一种啊 秦善到秦如一家 不可能有这样的派系 他最多最多就是一种知华派 那么知华派他也是对中国很警惕的 但是他非常了解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鹰派 那就针锋相对 那么松田康博呢 他应该是一个知华派 那么我们给松田康博戴这么多高帽 那他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呢 那LT给大家列几个例子 你就可能能够感觉一二 你比如说在17年的4月 蔡英文刚刚担任台湾总统 第一届总统不久 两三个月 松田康博 他就做了一个结论 做了一个判断 他说两岸僵局 是一种新常态 这是17年初 你看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在蔡英文之前 马英九啊 他摆出一副姿态 差不多就是要加入这个中国联邦 或者要加入这个中国大陆 你看当时是中国的各个省委书记 带队到台湾去下订单 各个省长带着老板到台湾去采购 那就一夜之间呢 就要把你感动死 就要把你台湾人搞定 但是那个能不能持续了 显然不能持续 所以说马英九那样一种状态 就是就几乎要加入 所有的什么福贸协议 所有的就要把台湾经济 并入中国大陆经济一体化 那么这个呢 显然是危及到台湾的独立存在 也从根本上 是危及台湾的经济的独立的 或者经济健康的 所以说他认为 那么蔡英文目前这样一种基调 他会成为一种台海关系的新常态 你国民党 你要么是 像蔡英文主导的 这样一个主流靠拢 你要么就会长期边缘化 所以说他这个判断呢 大家还可以观察 你看蔡英文这一节干完之后 大家还可以观察 那么LT认为了 他这种新常态 僵局的新常态 这种判断是非常高明的 那么中共呢 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呢 他会一直误判台湾 误判台湾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18年的3月 松田康普接受自由亚洲访谈 那么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把这篇文章找出来看一看 LT认为这篇访谈是最近几年 这个自由亚洲也好 美国真意也好 或者是BBC中文呢 或者是纽约时报中文呢 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中文 所有这些西方中文媒体当中 水平最高的一次访谈 提问的也有水平 他讲解的也非常有水平 而且他对习近平的这个研究啊 入目三分 就是他18年初啊 他提出来这个习近平的永续 就是习近平怎么想的 他把他解剖的淋漓尽致 那么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 他还有一次非常著名的 这个接受自由亚洲的这个采访 他当时他的判断 就是香港的形势在急速恶化 中国要出台国安法 你这个他的判断 这个也是非常准的 而且他在19年的那次访谈里面 他非常大胆的警告中国 说这个中共不要这个 抱于侥幸的心理去趁乱 挑选这个台湾 川普是绝对敢打的 川普绝对敢向中共开火的 你如果对台湾有企图的话 有军事企图的话 你不要去对川普啊 你抱于幻想 你认为川普敢动手 松田康伯他当时讲 他百分之百的相信 川普敢动手 所以说你说习近平是不是因为听了他这个没动手 或者是他这个话有多大作用 但是他这样一种斩定截铁的这样一种判断 包括他在中国的一些影响 这个多少他也会 实实在在会影响一些中共的决策者 那么2020年4月初 就是3月份中国的疫情的刚刚下降 那么4月初的时候 欧洲美国的疫情 开始出现一些大规模的疫情了 当时 松田康伯他就做了一个判断 就是说 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机遇 你看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讲是中国确实利用这个疫情玩到超车 但是在2020年的4月初3月底的时候 有几个人讲这种话呢 所以你看 以上啊 而且给大家列举的几个 松田康伯他在一些重要的时间发表的一些重要观点 你能够体会出来他的一些水平 他绝非凡人 这是介绍松田康伯的他的主要一些论述的 介绍几个从侧面大家可以了解他的水平 是真或假或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松田康伯他对习近平的理解 他是怎么理解的 松田康伯他在17年 他就公开讲 就习近平想做皇帝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 他对习近平的想法 以及习近平未来 他会怎么做 他自己列了几个 画了几个图 示意图 他也分析了习近平哪条路能走通 哪条路走不通 就松田康伯他研究习近平的 他与我们这个多数这样一些 西方学者 或者海外的一些舆论呢 不一样 其实我们很多人去研究习近平呢 就要把他想成呢 第一他是小学文化 第二呢 这个人好大喜功 喜欢吹牛 那么第三呢 就这个人呢 是学毛泽东 想搞这个集权 那么这些说的呢 可能都不错 但是习近平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他是为了把中国搞垮吗 就是他自己的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为了把中国搞垮吗 或者是他就是要跟中国人过不去吗 或者跟中国过不去 跟中国共产党过不去吗 这显然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习近平他究竟怎么想的呢 他一步一步的反复 然后集权呢 终身制啊 修改宪法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那么这个问题啊 很少有国外的学者来研究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松田康伯呢 他的这个理解 实际上我们很多中国人呢 早都看出来这样一些观点 但是对一个外国学者 他能够认识到 这个是非常难的 而且他这么高的学 学术权威的影响 他讲出来 对世界了解习近平呢 价值会更高 就是我们很多人 可能判断能力啊 可能也有 也能够判断出他的某些问题的判断 但是呢 从他的学术角度 能够向世界介绍习近平呢 这个意义会更大一些 那么在他看来呢 习近平 他是为了救党 他的一些出发点呢 他主要还是为了救中国共产党 这个他是有使命感的 你不能说习近平 他上台了 想不想捞钱 他捞钱肯定是捞 你看他家里面是越来越富 但是 作为他这样一个 角色的人来讲 他的成长背景 他的个人抱负 那么习近平的所有的 所作所为的出发点 他还是为了救中国共产党 让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的执政 或更加长期的执政 所以说 那他为了救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 他是怎么救呢 他呢 习近平的逻辑很简单 他就说 你这个中国共产党 现在变坏了 人人都腐败 我要把这个 中国共产党整的是 不能让你腐败 这个你不能说习近平 没有这个想法 他确实是这样想的 他要把这个 中共的腐败问题 把它解决掉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他为了解决 这个腐败问题呢 他就要集权 他一个人要说了算 你如果总局有人给他提意见 那他不行 他得一个人说了算 那么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这本身又是一种腐败 又会带来更大的腐败 但是这个呢 就习近平他很难预阅 因为在他看来呢 他永远是正确的 所以他的腐败呢 就不是腐败 你无论他的政治腐败也好 还是他的用人呢 搞他的小团体 小圈子也好 包括他的小团体 小圈子去做腐败 你比如这个李战书 这个马云的这个南法早报 不是揭露他吗 李战书就是跟了习近平以后 就是所谓的十八大以后 才发达起来 你看他的女婿 现在疯狂到什么程度 曾经要买香港的半导酒店 大家去过香港呢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香港有个半导酒店 那是香港最丝滑的酒店 你看现在 弄的李战书 要生吞活泼 也要把这个半导酒店 弄成他们你家的 所以说你看 他这个 他是为了中共上的永续执政 要反腐败 把权力要集中 集中的最后呢 就变成了自己的 小团体的腐败 或者小团体腐败 比原来的腐败 更严重的腐败 所以他这个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但是他出发点呢 他不是想这样的 他出发点并没有说 我把你们大家都腐败 拿来我少顺腐败 我让李战书去腐败 他不是的 那么李战书能够腐败呢 也是他这种集权带来的负效应 但是他又不敢处置李战书呢 是因为他必须稳过他的权力 他需要李战书这样的打手 你看这个李战书为了通过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向他保证 一个月之内完成立法 你是不是胡闹吗 但是他这就是他的集权 他要带来的效果 那么宋天康伯他认为 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啊 永续执政梦 中国共产党的永续执政梦 他把它变成了个人的永续执政 你看他是首先习近平上台的动机 他对外讲的理由是要中国共产党永续执政 但他七弄八弄七弄八弄 弄到18年 他就把他弄成他自己永续执政了 你说这个脱离他的初衷没有呢 也许他的初衷本身就是他个人永续执政 但是他是包裹的 以中共的永续执政为名 最后弄成了他个人集权 弄成了他个人的永续执政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宋天康伯 他把习近平他怎么想的 他出发点他怎么演变的 那么LT认为他还是很客观的来研究这个习近平 所以他能够知道他站着习近平的角度去想 同时又跳出习近平 作为旁观者来分析 这样的话他对习近平这个判断呢 就会非常准确 那么有关于他对习近平的研究啊 还是非常丰富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在网络上去查找更多的一些资料 这是第三个问题跟大家介绍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跟大家介绍就是 宋天康伯 他是怎么判断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 那么宋天康伯在昨天自由亚洲这个访谈里面 他是讲 起码最近两年习近平不可能去对台湾动武 那么很多人也会讲习近平不可能对台湾动武 那么网民讲的比较多的理由呢就是 那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话 早打他早完蛋 你打了之后呢 美国就会反制 美国就会跟美国交战 或者你打了之后 你占领台湾之后 那么全世界就会对中国进行封锁 进行制裁 那习近平他不会甘愿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这些都是永远不错的话 永远都可以说的话 但是你不要低估习近平 他在短期内头脑发热 或者短期内有一些两岸之间 有一些插枪走火的事发生 那么宋天康伯他判断了 这个为什么两年 他不像有些网友坐在家里面 不可能永远打不起来 那永远打不起来台湾买什么武器 永远打不起来 天天练兵练什么兵的 那美国为什么不停的派航母舰去呢 所以不能那么绝对的 大趋势来讲 是打不起来 那么宋天康伯他讲了 尤其未来两年打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宋天康伯的水平 他认为 今明两年 都是中国的政治大年 什么政治大年呢 就是中共 他对今年和明年都是他呀 有非常大的事 他要完成他党内的一些事 他不会来分心 因为今年他是个什么大年呢 他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那么中共能不能永续执政 中共能不能够继续发展 那么习近平呢 他是要站在百年的历史上 他要来摘国 摘逃 他要来建立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百年的地位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前方在那打仗 后方去开他那个装神弄鬼的那样的 什么纪念大会 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这个 宋天康伯这是他的水平 他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了解 就中国共产党对他这个一百年呢 他不是开个会的问题 习近平 他会把他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 他很可能会 把他排在最重要位置 甚至超过毛泽东 那么有一种可能呢 他把毛泽东放在第一 他一定也在第二 所以他在这个百年历史上 这个中国建党一百周年 对中共来讲 他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是 今年他不会插枪走火 今年他不会打的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明年 二十一年呢 是这个中共 他要召开他的二十大 那么二十大对习近平个人是非常关键的 习近平尽管修改了宪法 但是习近平他真正的越过他的两届任期啊 他关键 他还是要看二十大 二十大 他必须要顺利的继续担任这个总书记 他才能够保证 他下一届真正的迈出他的终身制的第一步 因为在目前来讲 他还是他原来的两届任期范围内 还不算是终身制的那样的实施 他真正的实施要从二十大开始 按惯例 二十大应该中共应该换人 那么所以说明年 你说习近平他的第一位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要保住他中共总书记的位置 不能够有一些三心二意 不能够有一些突然党内 要他下台 所以这个是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大的 二十大成功召开之后 他能够确立他的总书记地位 那么对于他后年的第三个任期 那么他就才有把握 那么二十大 他也是他的关键布局人士 就是完全是摆脱了这个胡锦涛 江振明他们的影响 那么从二十大开始这样个人员高层的组合 才是真正的全部都是习家办 所以对他来讲 二十大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说这个松田康伯他认为不能打 不会打 他不是说两岸打不打得起来 他的分析就是说习近平他不会打 所以他的角度跟其他人研究这个问题不一样 那么在中国问题来讲 习近平说不打 那就中国就不打 你其他人在说打那都没有用的 所以说你看松田康伯他对未来两年 台海的局势 他是非常有把握的 他这种把握是建立在他对习近平 深层是内心需求心理需求的一种研究的基础上的 所以这个是更有把握的 那么研究中国问题 你能够把习近平研究透 中国问题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在中国来讲 他事实上他就是一种独裁 一种极权 那么最后可能再稍微提一下 就是松田康伯他认为 这个拜登的不敢去对川普 给中国下的这个紧箍咒 一些制裁也好 禁令也好 包括这个贸易战的关税也好 这个拜登他不敢轻易去松绑 他认为拜登松绑 对拜登来讲是一种政治自杀 那么松田康伯他对这个美中关系 这个不是他的长项 就是那么对他这个判断呢 也是昨天那个自由亚洲访谈 这个主要内容之一了 对这个观点呢 而且不完全赞成 但是呢80%会赞同他这些观点 所以说关于有关他对拜登的判断呢 就不在这个地方介绍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与大家一起 介绍的松田康伯 以及松田康伯他认为 未来两年台海不可能交战 这样一个观点 以及他这个观点的理由 那么LTA也赞成他这个观点 这就是今天与大家交流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